那么好 今天的下跌大家应该早有准备 至少我在早盘的文字版的文字解析当中 给大家先打好了提前量的是吧 做足了心理的这样一个预期的 今天下跌的原因的话有两个 我简单的重复一遍哈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市场 在过去几天接连走出了普涨式的这种行情 然后普涨行情的话 它是会消耗行业内部的这个内生动能的 就是我们从心理上来讲 就是股票市场 它每天就是两三千家都在上涨 但是也没见着哪一个板块走出花来了 这个情况下的话 大家其实就心里有点着急 就觉得涨两天差不多了 所以它消耗的是大家去交易的欲望 而与之相对应的普涨 另外一种涨法 它叫做什么叫做结构性上涨 或者叫做机会性上涨 是吧 就零星的有那么三五个行业板块 受到利好冲击 它就涨 别的板块表现很一般 我告诉你 那样的行情情况下 大家是非常有交易的欲望的 会觉得有机会 市场对不对 你看过去我们在看到汽车行业 新能源行业 以及基建行业 它们在完全是走结构性行情 从今年三月份至今 你涨这一个行业的时候 别的行业都很一般 那那个时候市场的成交量都蛮高的 那个时候就是属于能够吸引大家成交的这样一个情况 而现在的这种浮涨行情又没有宏观经济做支撑的情况下 你浮涨完了之后就在消耗大家的内生动能 不敢买了 甚至都不敢持有了 于是它有自身的一个调整的诉求在里边 当然这是非常短期的不足为据 好 这是今天下期的第一个场内的理由 第二个场外的理由的话更加充分一些 就是目前大家都很担心哈 又期待今年下半年 咱们这个GDP啊要推动啊 上半年成绩大家都看到了 那下半年要完成5.5的目标的话 那不是啊 就是下三季度四季度 你都得拿出更好的更亮眼的啊 这种很好的成绩来才行啊 于是乎呢 就在大家都非常有期待的情况下 昨天传出了一些消息哈 大家公开市场都能看到的 就是说到了我们今年下半年呢 尽管是面临困难重重 今年上半年呢 也出现了很多这种困难 所以上半年成绩一般 但下半年我们也绝不会因此 就开洪放水啊 然后大力的使用未来的一些这种成本啊 工具啊那些 来对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拔秒助长的 哎 声音一出 大家开始担心了 原计划还觉得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带来 出乎意料的增长的这种可能性呢 就像2020年哈疫情刚来的时候 当时股票市场特别好炒股 就是因为超预期嘛 就大家觉得碰到了这样的疫情来了之后 我们每一个行业遇到问题 但是每一个行业都将面临机会 都将面临帮助和扶持嘛 啊就期待今年下半年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领导们说了啊 今年下半年绝不可能拔秒助长的 既然如此信心就所打压 那么市场有所调整 有所下跌 很理所应当 但是问题就来了 今天下半年竟然不会这个开闸放水 或者说过分的过量的使用金融调整工具使用 那是不是代表今天下半年就没有机会了呢 其实啊 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做这个叫什么 呃 二级管啊 不是左就是右啊 不要太过于极端的去思考着那个问题 我们不会去拔秒助长 不代表我们就不浇灌了 这还是会按照既定的节奏 对这些行业来进行扶持的 不然就业怎么保证 不然消费不保证的话 市场流通性怎么来 不然我们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不下去的话 我们整个两容数据怎么好看 所以还是会浇灌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怎么来浇灌吗 是吧 哎 现在就是没方向了 现在就是在这个窗口期啊 朋友们 我跟你一样 我也不明白 我只是有很多预期而已 我也不明白今年下半年会干嘛 但是今年上半年走的是 回顾一下 非常清晰的结构式行情吧 所谓结构式行情 刚才我也说了 就是这么这一家人上涨的时候 别家都都没得涨 是吧 从三月份过后 市场开始战争常态化 疫情相对常态化之后 你看第一波迎来上涨的是基建 基建涨的时候 全市场别的行业 你甭想涨 就他们家涨 基建涨完了之后 开始回撤 谁来涨的呀 汽车 汽车涨的时候 别的行业你也甭想涨 然后是新能源 对吧 一路走来全都是结构性行情 OK 朋友们结构性行情的始发站是哪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高层管理部门的政策的推动 全都来自于宏观调控给出的机会 我告诉你今年下半年依旧将是结构性行情 只是说谁能够先提前猜得出来 今年下半年搞哪方面的行业 搞什么样的结构 那你是这个 你就确实能够赚到大钱了 所以这就是今年下半年的市场行情 不是说完全就不扶持了 该浇灌的还是会浇灌的 明白了吧 所以今年下半年最低最低的预期 起码也是像上半年一样走结构性的机会 那么下半年哪一些结构性机会 在目前我看来可能会有点眉目呢 说实话现在都只能讲是有点苗头 还不敢讲它会真的茁壮成长的 哪些有苗头哈 比如说你看我们从目前的市场当中啊 很多行业都在发一些消息 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当中 新能源行业它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拉的又比较长 然后过去我们炒汽车 我们炒电池 其实这些东西炒完了之后的话 它还是能够画上句号的 就是能够自己跟自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闭环 因为它最终有消费落地嘛 然后在下一步的过程当中 新能源它还能够衍生出来很多的战略层面上的东西 比如说碳中和这个玩意儿 这个东西我就不展开来讲了哈 碳中和它不只是一个绿色发展 它有更多战略层面上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新能源炒作这一块的话在目前来看还确实是比较有苗头的 包括我们今年在这个今天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相关新闻是吧 光伏的行业的一些说今年的预期啊 这个装机总量啊 可能比年初的预期有翻倍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包括我们有些相关部门工信部也在提出在什么能源电子方面 所谓能源电子其实就是电力的生产运输储存和这个优化配备使用 这些层面上今年下半年还会做更多的优化 这是目前有苗头的一个东西 OK新能源这一块 至于新能源它下面来是去走光伏走风电走水利 是走鼠能走储能走运输 还是走这个一些什么小的零配件 还是说走这个虚拟电厂的这种叫做综合化使用优化配置 很难讲 但是这一块新能这一块 今年下半年应该是属于我们选择题 如果说ABCD四个选项的话 它一定会占其中之一 好 那么第二一个是啥呢 你要来支撑现在的这个行情 支撑我们的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话 还是得落地到消费 但是今年上半年你看 我们最开始走消费 走新年汽车 走家电下乡 是吧 然后白酒尽管没有提倡 因为你确实你要从部门的调控上来讲 说提倡这个食品饮料 提倡白酒的消费 它发个什么文件来提倡这玩意儿吗 没法发呀 只能说可能发点这个消费券 但是你很难说发消费券 你把利好兑现到白酒上面来 但即便如此 今年上半年白酒也不捞 长得还挺不错的 在提振消费的那个阶段期的时候 就是汽车上涨的时候 白酒涨幅也不小的 至少说月涨幅达到20%的公司是比比皆是的 好 这是上半年在消费这一端发的利 那下一年下半年还会在消费段的发力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能会考虑到的什么猪肉和大米 这个东西它又关乎到CPI 就不敢给它太多的促进 是吧 前段时间有一点点价格抬头的迹象 马上我们就改开国库 说放猪肉 然后把它给压了下去了 那么自然而然可能在医疗消费这一端 应该今年下半年会有那么一点点吧 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炒作的理由 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消费的这个代名词啊 这种可能性它会产生的 所以这是我认为第二个有点眉目的东西 医疗消费它设计的也比较的广泛啊 比如说康复医疗啊 养老啊等等这些东西 确实这个话题往下延伸的话 就是各位退休了的叔叔阿姨们 说实话 甭管疫情怎么变 你发现没有你的退休工资只往上涨啊 所以如果说你们敢于消费的话 你得增加多少就业岗位啊 你得让我们整个医疗的 这个养老的产业链 真的发展蓬勃的话 对于未来也是有好处的 有国际竞争力的 所以这一块还真是要发展的话 有故事可讲 有文章可做 有预期可大啊 这是第二个 如果说是今年下半年做选择题的话 他应该也会占一个选项 那剩下的 你就没法猜了 你只能是宽幅一点点 比如说做做基建 万一做固定资产投资呢 是吧 这指不定的呀 金融 万一我们有点这种 降准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预期吧 是吧 金融市场服务实体印记 或者说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啊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保险啊 或者说银行啊 那些对实体经济的相对让利 能够给他们放宽一定的行业限制 这是这一块 那么最后白酒的话 就是吊着 白酒在相对经济环境比较未知的情况下的时候啊 他能够带给你一个强有力的信心支撑 就是他业绩绝对不会差啊 他自身的行业发展一定是牢靠的 即便是他因为全部市场都很差 他受损了 他都是委屈式的下跌的 因为他的自身的这个行业的修复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的今年下半年可能会走比较明确的结构性行情 而且我认为目前有点苗头的一些行业的表现 分享给了大家 剩下的今天市场 说实话 下午盘的那一波下跌 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当时我第一眼看的是保险 然后看银行 我发现这两个怎么金融在跳水 我以为哈 好像是出什么消息了 结果紧接着往下一看 嘿 都在跳啊 军工啊 白酒 各种各样的行业吧 反正各种类别的这种属性的行业都在往下跳 那我就不担心了 就是大家一起挨打吧 大家一起挨打 就是属于普爹式行情吧 满足过去几天 普涨之后 咱们来个普爹 当然是情有可原的呀 所以看各位目前如何来应对市场 如果说啊 你想完全清仓出场 没关系 可以的 我们这一波的话 你看我从五月中旬告诉大家 我们五月底一定要在场 你要在场 你要在场 这四个字都还有印象吧 到今天为止 我相信这一段周期 从五月底到现在七月中下旬而言 这一段周期 应该还算是股票市场 你只要在场 就相对还是机会周期吧 就看运气好不好 你要运气差 跟我一样啊 确实没赚到多少钱 但至少再怎么 你亏不着钱吗 是吧 那么接下来这个小周期当中 你可以暂时出场 然后另外一个层面上 如果说你跟我 还是相对寻求稳定一点 反正你也能扛贴 但是涨起来的话 你也能够参与其中的话 可以五成仓位 接着等待市场的预期的到来吧 剩下的咱们就留言板 再见